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注解的使用 那么我们还可以在注解中的定一些属性 那么注解属性也叫做成员变量 注解它只有成员变量 没有方法 注解的成员变量 在注解中定义为有无参 无形参的方法的形式地名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希望这个test里面 可以有一些参数了 有些参数了 那怎么写 比如现在我希望它有一个使循类型的参数 好 那么就这样写 来使循 比如说有个内幕参数 对吧 好 就是这样写的 对吧 就是这样写的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接壳里面写的抽象方法 好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给它定一个内幕属性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那这个内幕属性定义出来有什么用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需要去指定一下内幕属性 比如说让它的内幕等于什么 等于hello 看到没 包括其实这里的话 也是在用它的一个属性 也是在也是在给它填属性 你看它是不是有个value属性 当然这个value属性的话 默认是 如果说你这个属性的名字叫做value的话 它这个名字是可以省的 你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写出来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不把这个名字写出来 那就是如果说名字是value的时候 就可以不写这个名字 就是一个默认的值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里你看 它这个话也是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value对吧 我们这里也是给它填了一个参数进去 这就是我们注解的一个参数 参数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为使用default的关键字 来为这些属性的设定一个默认值 比如说现在我希望用户的 它如果说我不填这个参数的话 它我们能不能给它一个默认参数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就default 好 后面直接写上我们这个参数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里默认就是hello 那么这里的话就不用我们填了 因为它有一个默认值 好 但没有默认值的话 我们是必须要填的 好 当这个属性的存在默认值的时候 使用属性的这个注解 就不用传入这个属性值了 那如果说我们属性是宿主的 如果说属性是宿主的 比如说现在我要的是一个实际类型的宿主了 实际类型的宿主了 好 然后我把这个default给它去掉 速度的话怎么写呢 我这里里面要6一个宿主吗 6一个实际宿主吗 不用 不用这么麻烦 怎么写呢 我们直接写上这样一个花块 然后这个花块里面可以不要什么 任何元素都不要 因为我们数字的话 长度可以是零 可以是很多对 可以是很多对不对 好 我们这里就写一个花块 然后花块里面 如果说有很多个元素 写上就行了 好 多个元素呢 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 看到没 包括我们前面这个原注解 这个target原注解 target原注解 好 这个注解里面 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传一个什么 element type数组 比如说现在我希望这个test 既可以打在这个方法名上 也可以打在哪里 打在这个 打这个方法 这个打在这个类上面 那就怎么样 是不是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是太普 然后呢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是这个manson的吗 对吧 好 我这里呢 就通过一个花过话来表示 它是一个这个数组 然后呢 这个数字里面呢 拥有这两个元素 就这样的 其实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对吧 还是挺简单的 好 当当属性为数组 我们在使用这个注解传餐时呢 如果说数组里面只有一个内容 但你写一个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之前的话 是不是写的一个呀 对吧 你看你们的太普点 比如说太普 你看写一个也可以 反正都可以 他这个呢 还是比较比较简洁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注解的一个参数 好 那么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反射 获取注解 那么既然我们注解 可以保留到运行时 那么就来看一下 如何获取我们编写的注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注解 我们是给它留到这个运行时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注解呢 它是一个来 它是一个这个类的注解 来 比如说我们打在这个面类上面吧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想在运行的时候 去获取这个注解 那甚至去获取这个注解里面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这里还是使均吧 还还是使均 然后呢 比如说我这里叫hello world了 哎 那现在的话呢 我怎么去获取呢 比如说现在我想获取这个面上 打的这个注解的里面的这个hello world了 那怎么获取呢 其实也比较方便 来main.class就可以了 main.class 好 拿到这个class之后呢 来拿到这个mainclass之后呢 我们直接通过什么get 如果说是类上面或类上面定义的这个注解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它的这个类属性去 哎 get就可以了 get什么呢 get注解 你看annontation就是注解嘛 对吧 好 获取这个注解 然后呢 这个注解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呀 好 test.class test.class 然后我们注解的话呢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类码 对吧 所以说呢 test.class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获取到之后来 一样的获取到获取到这个注解之后呢 好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我想我想获取它的值可不可以呢 可以直接 来annontation点value就可以拿到了 那么 电用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会返回我们在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值了 你看是不是hello world了吗 对吧 好 当然 当然这个方法上呢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有个这个方法 public void嘛 test 好 好那比如说我们这个test呢 他他既可以在这个 哎 写我们写在这个方法上啊 一样的啊 一样的我们拿到这个面可拉斯之后呢 怎么办 是不是获取它的这个方法呀 先把这个方法拿到 啊 这个方法叫名字叫什么test 对吧 名字叫test 好拿到之后 拿到之后 来我们先把这个异常处理一下 来拿到之后呢 是不是一样的啊 也是test的通过这个方法 因为他他这个注解是打在方法上的 那就怎么样 通过这个方法再去get 让让他一些你看一样的嘛 对不对 test点 可拉斯 你看是不是一样的嘛 好 我们来获取一下他这个值啊 点value你看 所以就就像调方法一样 就是这个value嘛 就像调方法一样 你看返回这个hello world了 看到没 然后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运行时呢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反射去 或许他这个上面打的一些注解的 打一些注解的 那你讲了这么多这个注解有什么用呢 确实没什么用 我就我就画在说说在这里确实没什么用 但是呢后面到这个加卧位吧 后面这个包括这个ssm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不用这个还不行 你不用还不行 你会你会爱上这个东西 现在的话呢 我可以明确给你们说 对你们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如果说你只想学se 只想应付考试的话呢 这个东西确实一点软用都没有 我可以说一点软用都没有 但是呢后面到spring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你根本离不开这个东西 你你会你会你你简直是太爱这个东西啊知道吗 好那么通过反射机制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获取到我们标记的注解了 同时呢还能获取到这个注解中填入了一些值 好那么无论是方法类还是字段 那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 来来快速获取我们的这个标记的注解 但还有一些同名的这个我就不介绍你们自己探索吧 啊就是要你们自己探索我我我这个全部给你们讲完了呢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那给你们自己去探索探索了之后呢 你们的印象才更加深刻知道吧 好所以说呢 哎这个现在你们get不到他的用处没关系啊 那后面到这个spring和spring boot大型框架的时候呢 你们就能感受到他带来的魅力了 啊但你们造轮子的时候呢 你们甚至也会去自己去定一些注解啊 好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 整个java se 我们这个重制版就是所有的那种的就全部给大家 讲完了 从这个一开始的那个 基本数据类型到现在我们把这个反射注解都讲完了对吧 其实 整个下来的一个篇幅呢还是比较长的啊比我们旧版本还是要长一些的 好那么 到这里的话呢就全部结束了